A.K.W.P.E.M. 搞了片 前一篇 原來還隔了一天啊 這難得呢 你平時都是一副正經表情的 演变成不得了的状况了 忠诚你的脸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你眼睛是不是吐出来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那个最凶恶的怪异 陆续收到了目击的那个得情宝 那是什么 那是你一般人都知道的东西吗 我知道刚才为止 这件事都还以为是 或是创作的东西 外貌是高等 戴着白帽子穿着洋装 等一下这个象征我好像有印象 八尺大人吗 因为我记得好像 我知道八尺大人好像是穿着白色的帽子 然后衣服就穿着白白的嘛 有如何有没有相信什么 啊那个我知道哦 八尺大人 what 啊不是啊 我知道的怪异 我知道的那个八尺大人的怪异 好像只是 只会找小孩子吧 病室怎么看都不像小孩子啊 八尺大人吧 那这意外呢 我还以为你一定了解他的 我只是听过传闻了 没想到真的存在啊 说的也是 那个八尺大人好像是被某个村子封印起来的生命 但是近年来那个封印好像被执开了 从听到的传闻得知 似乎是有某个人把地上菩萨像给弄坏了 就是这样被传开的 从此八尺大人的传闻便不断被扩大了 就算是神也会做错嘛 似乎就是那样的 毕竟做错的事情和其他的怪影也没有差多少 对 因为我听说的那个八尺大人 就是我所知道的八尺大人 这个 这个 怪弹啦 他是 他其实是神明 然后他好像只会找小孩子 然后盯上的目标就不会放过 然后就是 嘿对 就是他刚刚有说的 高大女生戴着白色的帽子 然后穿着白色的洋装 对 这样子 就大概是这样子 我所知道的大概就是 就只有到这边了 还有根据仲川先生提供的情报 那家伙就叫我们现在正前忙的 新兴村的样子 这是个好机会哦 再怎么说 他比至今为止的怪异具体很多呢 啊比如说那个什么XXX 那个他的具体名字到底是什么 我还是不知道 既然都进入储存了吗 不是吧 你该不要告诉我 这个 就是不能够随时随地的存档的地方吧 好像也是哦 刚刚就是这样的感觉嘛 不好意思 我去上个厕所 刚到就上厕所 优秀 然后我可以动 不能存档 哦 哪里过来 村子边界的 等一下我 假如那个八尺会随着怪异的洞向 而被诱导至新兴村现身的话 接下来的目的地方上就是 就是 就是 被破坏的封印 你这封印看起来怎么跟木地没一样 那我就回来了 小雨吗 那一天也是正好像这样下的下雨天 那一天也是哪一天呢 你再说哪一天呢 可不可以 让我回去呢 小木什么的 不要管他 no 不要管小木了啦 我畏惧啦 八子大人是什么 小木 小木你怎么了 我先探索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嘿 你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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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给我一分钟 oh my god 小木 冰师先生 这家伙是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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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可以跑上去 诶 让我上去 啊 让我进去 这种看起来 像是可以探索的地方 一看就是应该有什么宝箱给我开的啊 小木 怎么会 这种愚蠢 这种愚蠢的 你该不会告诉我日文是 sonabagana 啊哇 sonabagana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sonabagana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会不能做种愚蠢的 这什么翻译 我的天啊 可恶 无法得知是什么东西 这肯定是怪异 不过还是慎重前进 你从那个地方摔下来 你是脚受伤吗 所以你才走这么慢 这应该是脚受伤的意思哦 哦 难怪怎么这么慢 诶 有看到 转转 等一下我再测一下 我再测一下 好近哦 所以 其实他的 针车范围很小而已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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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我再去 你不会突然转过来吧 不是走这里 呃对对对不起 对不起 我爸是故意的 请让我尾随你 但是我绝对没有兴趣当你的spoker 有铁丝 拿走 得到的铁丝 铁栅栏 铁栅栏 杀毁 还是这个 配件盘 使用铁丝 还真的是 有个开关 按下去 好的我进来了 看到那边有个闪闪发现的东西 有个发光的东西 拿走 获得了铁栅栏的钥匙 铁栅栏打开 铁栅栏打开的声音这么大声 他们居然没有发现这种东西 然后他自动前进 一目的上 这声音室 这声音室 居然是美琴 你在这里做什么 兵士先生的兵 等下你还怪怪的 你这蠢蛋 还不快点过来这里吗 啊 发子弹 没在听我说话吗 我不管了 让我过去 我已经不管那个是剧情跑 还是我自己跑的 反正我先跑再说 按照就对了 如果他不是剧情自己跑的话 我可能停下来 他就 对 发子弹人擅长模仿别人的声音 还有擅长模仿 别人的样貌 对 还有这个特质 我都忘了 发子弹人吗 但是样貌我也不太确定 圣灵蜜堂是有名字 那家伙似乎出现在新兴村 听说全村的人都逃出去了 发子弹人是什么 那是在街坊小巷流传的都市传说之一 是从某个地区传承下来的一关影 虽然根据看到的人和模样各有不同 但基本上是母性的姿态 要举例说明这个怪异的特色的话 乌卓的笑声 八尺高 而时间又高 而且以年轻男性作为目标下手 这些是要点 居然我所知道的是 以小孩子为要点 小孩子 这小孩子还是小男孩 我又忘记了 我所知道的好像是小 我所看到的小男孩就是 所以我就觉得 应该是小孩子 看来这样子就不一定了 不确定 因为我没有特别去研究过那些怪胎 不只是八尺的人 长得很高的女人 也是怪异中的焦点 像是穿着红蜜之类的 或者是把眼睛整个涂黑之类的 全都是不免令人连想到 女性怨念的象征 但是那个八尺当然却不同 不明白究竟从何时开始就存在 虽然必定是年代久远的怪异就是 也就是自补就存在的 诅咒之神子 神子 还没有那么充高 被称作八尺的怪物 只是因人类的恐惧心 而被神格化的 被制造出来的神人 其本质是刺激人类的妖怪 这我还知道什么是确定 因为我 真的是有点不太确定啊 因为好像 每个作品里面提到的怪异 好像都不太一样 好像明明是同一个 但其实 讲解出来的好像都会 有一些微妙的不太一样 但是本质上好像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我知道八尺来这个村子 但是那个黑影是怎么回事 那也是受到八尺大人的影响呢 受到怪异产生的影响 与村子土地或草木的自己混合 而变成那个样子 至今为止都没有那么巨大的规模 我不会说坏话 你在八尺大人静下来之前 就安分的待在这里吧 但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 住口 你也想到和那小子一样死去吗 老夫可是很清楚 你的伙伴从 传着远 传着远 我不知道他的内法是哪一个 那玄奈上的衰落了 您是指小木吗 老夫不能文明就这样出去 或许你早已受到八尺大人的魅惑了 总之你去请示吧 会给你准备盐堆的在那里休息吧 盐堆 盐 我不觉得 盐区区的盐能够 阻止八尺大人 找到祭祀本 这是什么 变黑了 避邪园堆变黑了 避邪园堆变黑了 主持 主持 住持 Oh what the 可恶 滚完了一步吗 大只这家伙 他头飞走了 没时间了 快离开这座寺庙 我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这样 去到底 什么 还可以摇他哦 白痴哦 不然我已经摇下去了 白白出事呢 白痴 的不行 的不行 我脑子这样还不能走出去 你干什么 你怎么复活了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移动 不会一次死 不会一次死 放就好 放就好 热射口 不行 我现在要把奥莱夫姐打死他 真臭 你做什么 你去左边啊 打托你去左边 免线拿走 快点快让我走 快让我走 烂的 这个不把 可是好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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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